韩国的祖先与周天子是同姓,都姓姬 他的后代代奉晋国,得以被封在韩元,称韩吴子 韩吴子以后在传三世有韩爵 他跟从封地的名,称为韩氏 韩爵在晋锦宫三年,前597年时 晋国的私扣图案甲准备发动叛乱 要清算赵顿杀害林公的罪行 当时赵顿已死,于是想要诛杀他的儿子赵硕 韩爵劝阻图案甲,图案甲没有听从 韩爵就去通知赵硕,让他逃跑 赵硕说,您一定要让赵氏香火不断 我死了也没有遗憾了,韩爵答应了他 等到图案甲诛杀赵氏家族的时候 韩爵称病没有离开家里 承应,公孙楚舅藏起赵氏的孤儿赵武这件事 韩爵是知道的 进进宫11年,前589年 韩爵与切克率领800辆战车的兵力讨伐齐国 在安逸打败齐寅公,俘虏了冯丑妇 于是,晋国设置六卿 而韩爵占据一卿之位,号为县子 进进宫17年,前583年 进宫生病,占卜结果说是大业的后代子孙中 有不能申诉冤居的人作怪 韩爵称赵衰的功劳 并说从今往后已经没有人来祭祀他 用这样的办法感动了景宫 景宫问道,他还有后代吗? 韩爵于是便谈到赵武 景宫便把赵氏原有的田义重新给了赵武 让他延续赵氏的香火 进到宫7年,前566年 韩县子退休 县子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宣子承袭父亲的爵位 宣子迁徙到周易居住 靳平宫14年,前544年 吴国的记者出使晋国 他说,晋国的政权最终会归给韩 为赵三家所有进寝宫12年 前514年 韩宣子和赵 为共同瓜分了齐氏 杨舌氏的十个县 禁定宫15年 前497年 韩宣子与赵俭子一起侵罚范氏 中杭氏 宣子去世 他的儿子真子承袭了爵位 真子迁到平阳居住 韩真子去世 他的儿子俭子即位 韩俭子去世 他的儿子庄子即位 韩庄子去世 他的儿子康子即位 杭康子与赵湘子 为皇子联手打败了之伯 瓜分了他的土地 他们三家的土地更大了 超过了当时晋国诸侯的土地 杭康子去世 他的儿子吴子即位 吴子二年 前423年 讨伐正国 杀掉他们的国君幽公 16年 前409年 杭吴子去世 他的儿子锦侯纪律 韩锦侯前元年 前408年 攻打正国 夺取雍秋 二年 前407年 郑军在附属将打败韩军 锦侯六年 前403年 韩国和赵 为一同被列为诸侯 锦侯九年 前400年 郑国包围了韩国的杨敌 同年 韩锦侯去世 他的儿子列侯 韩取即位 列侯三年 前397年 列正杀掉韩国的 相国侠类 九年 前391年 秦国攻打韩国的 遗阳 夺取六个亿 十三年 前387年 列侯去世 他的儿子文侯纪律 同年 为文侯去世 文侯二年 前385年 韩国攻打正国 攻取了阳城 同年 攻打宋国 一直打到彭城 俘虏了宋国的国君 七年 前380年 攻打齐国 一直打到桑丘 郑国背叛了韩国 九年 前378年 韩国攻打齐国 一直打到灵丘 十年 前377年 朝鲜文侯去世 他的儿子 埃侯纪律 埃侯元年 前376年 韩国和赵 为一起瓜分了晋国 二年 前375年 韩国灭掉郑国 并趁机将都城迁到正 埃侯六年 前371年 韩岩杀了他的国君 韩埃侯 埃侯的儿子 义侯纪礼 义侯二年 前369年 魏军在马陵 打败韩军 五年 前367年 韩侯和魏惠王 在翟阳举行会盟 九年 前363年 魏军在汇水 打败韩军 十二年 前360年 义侯去世 他的儿子 昭侯纪律 昭侯元年 前358年 秦军在西山 打败韩军 二年 前357年 宋国攻取 韩国的皇池 为国攻取 朱义 六年 前353年 韩国攻打东周 夺取林冠 行秋 昭侯八年 前351年 申不害担任 韩国相国 他修整法家学说 实行法家的 治国之道 国内大致 各个诸侯国都不敢前来侵犯 昭侯十年 前349年 韩基杀害他的国军 进道宫 十一年 前348年 昭侯前往秦国 二十二年 前337年 申不害去世 二十四年 前335年 秦军前来 拔取了韩国的遗阳 昭侯二十五年 前334年 发生旱灾 修筑了高大的城门 区一旧说 昭侯不会走出这座城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不合时宜 我所说的时宜 不是指即日良辰 人本来有得利和不得利的时候 昭侯曾经得利过 但是他没有修筑高门 前一年秦国攻占了遗阳 今年又发生旱灾 昭侯在这个时候 没有体恤百姓的危难 反而更加奢侈 这就是所谓的 在艰难的时候 做奢侈的事情 二十六年 前333年 高门修建完成 昭侯也去世了 果然没能走出这座城门 他的儿子宣慧王纪立 宣慧王五年 前328年 张仪担任秦国宰相 八年 前325年 魏军打败了韩国的将领韩举 十一年 前322年 韩国国军改称王 韩王和赵王在驱逐举行会盟 十四年 前319年 秦军攻打并在燕陵大摆韩军 宣慧王十六年 前317年 秦军在休于打败韩军 在卓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 升辟字 身差 韩王为此交集 向国公众对韩王说 盟国并不是可以依靠的 如今秦国想要讨伐楚国已经很久了 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 并用一座名城贿赂他 同时武装军队和秦军共同向南征伐楚国 这是以一换二的妙计 韩王说 好于是为公众的出行做好了警戒 将要吸去秦国讲和 楚王听说以后非常恐惧 便召见陈诊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陈诊说秦国想要攻打楚国已经很久了 如今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城 而且韩国还武装好了军队 秦韩联合前来攻打楚国 这是秦国祈祷并梦寐以求的 如今秦国已经得到了 就一定会来讨伐楚国 大王请听我的意见 在境内加强警戒 发兵声称救援韩国 命令战车排满道路 然后派克令奇信任的大臣出使韩国 多给他配备车辆 带上很多礼物 让韩国相信大王确实来救援他们了 即使韩王不听从我们的意见 韩国也会感激大王的恩德 一定不会列队跟从秦国来攻打我国 这样秦韩就会不和 军队虽然来了 也不会成为楚国大的祸患 假如韩国听从我们的建议 断绝和秦国的和睦关系 秦国一定会非常愤怒 并对韩国产生很深的怨恨 韩国就会到南方和楚国结交 一定会轻视秦国 轻视秦国 他们在应对秦国时就一定会不尊重 这就使秦韩军队困顿 从而免除楚国的祸患了楚王说 好 于是在境内加强警戒 起兵声称要去救援韩国 并让战车布满了道路 派遣能让韩国信任的使臣 给他配备了很多车辆 还让他带上丰厚的礼品 楚国的使臣对韩王说 我们国家虽然小 但是已经派出了全部军队 希望你们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和秦国交战 我们的国军将让楚国与韩国同生死 韩王听后十分高兴 于是停止了派公众到秦国请和的行动 公众说 不可以 实际来讨伐我国的是秦国 靠虚明来救援我国的是楚国 大王想依靠楚国的虚明 而心意就和强敌秦国断绝关系 大王就一定会被天下人耻笑 况且楚国和韩国并非兄弟之国 也不是平素就有盟约要共同谋划讨伐秦国的 楚国已经看到自己即将被秦国和韩国联合攻打的形势 才趁机声称要发兵救援韩国 这一定是陈诊的计谋 况且大王已经命人把我们的计划告诉给秦国了 如今又不行动 这是欺骗秦国 轻易欺骗强大的秦国 而听信楚国谋臣的话 恐怕大王一定会后悔韩王不听从劝谏 便和秦国断绝了交情 秦国因此大怒 增加兵力攻打韩国 两国交战 楚国的旧兵并没有到 19年 前314年 秦军在岸门大破韩军 韩国的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 以此求和 宣慧王21年 前312年 韩国和秦国共同攻打楚国 打败楚国将领驱盖 在丹阳斩杀8万储君 同年 宣慧王去世 太子仓继力 就是韩湘王 湘王4年 前308年 韩湘王和秦武王 在临近举行会盟 这年秋天 秦国派干冒率军攻打韩国的姨阳 5年 前307年 秦国夺取姨阳 斩杀了6万韩军 同年 秦武王去世 6年 前306年 秦国把五岁归还韩国 9年 前303年 秦国再次夺取韩国的五岁 10年 前302年 韩国太子英前往秦国朝建后返回 11年 前301年 秦军攻打韩国 夺取了阳帝 韩国和秦国共同讨伐楚国 打败了楚国将领堂妹 湘王12年 前300年 太子英去世 公子舅与公子己师征太子之位 当时己师在楚国充当人质 苏代队韩就说 己师在楚国流亡 楚王非常想把他送回韩国 如今楚国有十几万士兵驻扎在方城山的北边 您何不让楚国在雍士城的旁边修建一座忘户的城义 韩王就一定会派兵去救援雍士 这样 您就一定会担任将领 您就能够趁机利用韩楚两国的军队来拥戴己师 将他接回韩国 将来他就一定会完全听从您的 他一定会因为楚韩联合的结果 封赏宁韩就采纳了苏代的计策 楚军包围了雍士 韩国向秦国请求救援 秦国没有为此发兵 只是派公孙妹来到韩国 公众对公孙妹说 您觉得秦国会援救韩国吗 公孙妹回答说 秦王这样说过 我们将要娶到南正 蓝田 出兵到楚国来等待您的军队 看来不是直接出兵雍士与楚军会合了 公众说 您认为真的会这样吗 公孙妹回答说 秦王一定会沿袭张仪曾经的计策 当初楚威王攻打魏国大梁 张仪对秦王说 和楚国一起攻打魏国 魏国失败就会投靠楚国 韩国本来就是魏国的盟国 这样秦国就被孤立了 不如出兵迷惑他们 让魏国与楚国大战 秦军就可以取得西河以外的土地后返回 如今看秦国的情形表面上是与韩国结盟 其实暗中和楚国交好 您等待秦军到来 一定会轻率地和楚军交战 楚国已经暗中知道秦军不会援助韩国 一定轻易地和您对抗 您如果战胜了楚国 秦国就会和您一起成楚国战败而攻之 到三川一带炫耀威武再返回 如果您没有战胜楚国 楚国阻塞三川固守 您就不会得到援救 我私下为您担忧 司马庚三次往返于颖都 秦相甘茂与楚相昭瑜在商鱼会面 表面上声称要收回攻打韩国的楚军的兵符 实际上双方好像缔结了密约 公众很惊恐 说如果是这样 该怎么办好呢 公孙妹说 您一定要先从韩国的角度考虑 然后再考虑秦国的援军是否会到 先考虑自救的办法 然后再考虑如何应对张仪的那种计策 您不如尽快争取 用韩国联合齐楚两国 齐楚两国就一定会把国家的事情托付给您 您所厌恶的是张仪的那种计策 其实还是不敢疏远秦国的 于是楚国解除了对庸氏的包围 苏代又对秦宣太后的弟弟米荣说 公叔 博英担心秦国把己师送回韩国 您为什么不替韩国前往楚国 请求放回质子己师呢 楚王听凭己师回韩国 那么公叔 博英会知道秦国和楚国 并不把己师的事看成重要的事 就一定会让韩国听命于秦国和楚国 秦楚两国就可以依靠韩国 让魏国陷入窘境 魏国不敢和齐国联合 这样齐国就被孤立了 然后您再替秦国到楚国 请求把质子己师送到秦国 楚国不同意 就会与韩国结怨 韩国就会依靠齐国和魏国去围攻楚国 楚国就一定会重视您 您可以依靠秦国和楚国两国的重视 对韩国施加恩德 公叔 博英就必然会用整个国家来侍奉您 于是己师最终也没能回到韩国 韩国立公子就为太子 齐王 魏王都前来韩国祝贺 湘王十四年前两百九十八年 韩国与齐为两国一起攻打秦国 行进到韩古关时就驻扎下来 十六年前两百九十六年 秦国把河外的土地和五岁还给了韩国 同年 湘王去世 太子就即位 就是黎王 黎王三年前两百九十三年 派公孙喜率领周和卫的军队攻打秦国 秦国打败了二十四万韩军 并在依缺俘虏了公孙喜 五年前两百九十一年 秦国攻取韩国的婉城 六年前两百九十年 韩国割让给秦国五岁一代二百里的土地 十年前两百八十六年 秦军在下山打败韩军 十二年前两百八十四年 韩黎王和秦昭王在西州的都城举行会盟 并协助秦国攻打齐国 齐国战败 齐敏王出逃 十四年 前两百八十二年 韩王和秦王在两州之间会盟 二十一年 前两百七十五年 韩王派报 前去救援魏国 被秦军打败 报逃到开封 黎王二十三年 前两百七十三年 赵 为两国攻打韩国的华阳 韩国向秦国告急 秦国没来援救 韩国的相国对陈氏说 事态非常紧急 希望您尽管生病了 也能连夜赶到秦国陈氏来到秦国拜见 然侯未染 然侯说 事情非常紧急了吧 因此才派您来陈氏说 还不紧急 然侯生气地说 像你这样怎么还能为你的主子做使臣呢 你们的使臣相继前来 都是来告诉我们情况十分危急 你来了却说不着急 这是为什么呢 陈氏说 韩国如果真的形势紧急了 就会改变政策追随其他的国家 正因为并不危急 所以才来求救 然后说 您不必去拜见秦王了 我立即发兵救援韩国 秦国援军八天就赶到了 在华阳山下打败了赵军和卫军 同年 黎王去世 他的儿子黄慧王纪礼 黄慧王元年 前272年 韩军攻打燕国 9年 前264年 秦军攻取了韩国的行程 在焚水的旁边修筑城池 10年 前263年 秦军在太行山攻击韩军 韩国的上党军手 向赵国献出上党军投降 14年 前259年 秦国攻取赵国的上党 在长平杀死了马夫君照舍的儿子 赵获率领的40万大军 17年 前256年 秦军攻取韩国的阳城 附属 22年 前251年 秦昭王去世 24年 前249年 秦军攻取韩国的城高 行阳 26年 前247年 秦军完全攻取了韩国的上党地区 29年 前244年 秦军攻取了韩国的十三座城 34年 前239年 黄慧王去世 他的儿子韩王安寄历 韩王安五年 前234年 秦国攻打韩国 韩国形势危急 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国扣留了韩非 并借故杀掉了他 9年 前230年 秦军俘虏韩王安 占领了韩国全部领土 并设置尹川郡 韩国于是灭亡 太史公说 韩军打动晋景宫 让赵氏孤儿赵武 承袭了赵氏的爵位 从而成全了 成英和公孙处旧的一名 这是天下的英德 韩氏的功劳 在晋国并不能看出有多么大 然而 韩氏与赵氏 魏氏最终都做了十几代的诸侯 这是应该的呀 都做了十几代的 请不吝点赵氏